今天很累哦,我看你又帮大家当导游 首先这个是你的那个生日会的门票 我知道是要让我摸一下 对,你可以摸一下吧 感觉为什么有点猥琐 里面有十张,都是羊羊亲自 带过体温的 然后这里呢,还有几张你的照片 你可以现场帮忙用万宝龙的笔签一下吧 谢谢,谢谢 那大家都看到,是他自己亲笔签的 然后同时呢 你签的时候,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吧 这里有个本子 所以你生日当天是要跟粉丝一起过是吧 对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还是先签吧 粉丝还有在打刚才的答案吗 第三题有点难 杨阳自己都说你们可能猜不到 好的 谢谢,谢谢 那我们开始聊吧 非常迫不及待 就是你粉丝会 因为有很多粉丝就问说 你会有什么节目给他们 有惊喜吗 对 当然会有 唱歌 肯定有 是吧 因为每年其实都会有一首新的歌 会送给粉丝 嗯 今年也是不例外 那今年可能会有更多的 更好玩的一些小地方吧 可以透露吗 透露就没有意思 好的,那有跟粉丝互动吗 他们很好奇 和粉丝互动 对,当然了 因为其实 我觉得 因为已经举办了三年的生日会 那其实每一年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成长 和大家 可以说在生日的当天 去总结一下我自己 和你们办一个很开心的一个party 那一定会跟你们有很多互动的 嗯 那如果粉丝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在现场求你抱抱一下 可以吗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上得了台 好,我们现场 现场欢迎粉丝过来 杨杨可以答应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粉丝你答应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那 我们 回归正题啊 反正生日会现场 一定会有很多 惊喜给你们就对了 嗯 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 有做了一篇文章 是你知道 英国有一个整形机构 它研究人的脸 哦 对 是看怎样的脸是最完美的 我看过 对 你有看过吗 它研究出了一个黄金公式比例 就是把你的眉毛眼睛啊 五官算一个比例出来 嗯 你,当然你的羊羊得分一定是非常高 对 你知道你自己五官得分最高的是哪一块吗 不知道啊 我感觉我好像有点无聊 怎么会 我们公司的人 你知道我们公司同事就是把羊羊的照片 打印出来 然后贴在墙上 然后用纸这样一个量 然后量好了之后 然后再处于那个公式 哦,是这样的 对 你的五官 然后最完美的是嘴巴 嘴巴 你有料到吗 没有啊 那你嘴巴是你觉得你自己比较 觉得自信的部位 我觉得自己 一定要说个五官是吗 也不一定啊 你说你觉得就是 对翘臀比较自信也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是爸妈给的我都会喜欢 那如果自己的话 我其实会选择 我应该会偏向鼻子一点吧 鼻子 对,对,对 但是嘴巴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吗 没有想到 因为粉丝都说你的嘴巴很软很好清 好像清过一样 看起来很软很好清 看起来 对 是的吗 这个画面有一点 那另外还 试试才知道 有人有机会可以试试吗 如果粉丝说 我们来个安全质吻可以吗 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安全质吻吗 不知道 就在生日会的现场 你也很开心 粉丝也很开心 就下个环节 粉丝互动 上来就是隔一层那个塑料 透明的塑料 然后两边清 这个尺度你可以接受吗 我在帮你们模糊 这两年应该是 暂时还用不到吧 那抱抱和安全质吻 抱抱的话 抱抱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的 抱抱没有问题 平时参加活动的时候 也有的时候粉丝他们也会 就是说能不能抱一下 抱一下抱一下 那有人总结过 你应该知道吧 就是有人总结过 你拍照片的时候 嘴巴特别忙 大概因为是黄金比例 就是从食物到衣服 围巾 电脑 手机 玩具熊 到手 这么夸张 会经常会咬 有注意到吗 呃 其实 也不能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爱好 这不能这么说 但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正好是 处在那样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时刻 就做了那样的一个很 很随性的一个小动作吧 就是拍照片 就是拍照片什么感觉 对 看感觉吧 那我觉得也无声大哑 也 就随便咬一咬 就无声大哑也 没有那么的 其实没有太想过 对 那金智仁在那边 金智仁有对 有对他这个爱好有意见过吗 就是他喜欢咬东西的这个拍照的pose 好像还没有过 没有制止过 对 那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后来看了有一些些的照片 还真的去就是 咬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那你咬过那么多的道具 你觉得手表可以咬吗 要拍照的话 手表 还需要来展示一下吧 对手表还是不太适合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万宝龙明星系列万表的发布 这个全新的很漂亮 如果让你来拍照片展示的话 你要怎么展示 要不要对镜头跟粉丝们展示一下 站起来展示吗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大哥吧 太辛苦了 大家太辛苦了 还得抬个机器 好的 展示什么 是要浮夸一点了还是怎么样 给你三个pose 可以吗 还正常一点吧 好的正常一点 展示 好的 这是万宝龙全新发布的明星系列万表 然后杨阳手上这一款 哎 这不是那个海报 海报 我们今天看到海报上的pose 好的 我们继续来解说 杨阳手上这一款是非常经典 然后也是非常年轻的 它除了这个简洁的设计以外呢 哎 pose可以稍微换一下 除了这个经典又简洁的设计呢 上面还是有非常漂亮的月向的功能 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到 可能大家是不太看得到 仔细的看到这个 因为我跟带的一样的 表盘上还有万宝龙标志性的六角白星的设计 非常漂亮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 我们还是讲回手表 所以你平时是爱买万表的人吗 平时会 平时会买 你喜欢 大概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 都有吧 其实之前的话 运动系列都会多一点 还是喜欢比较年轻感觉一点 年轻感活力一点 因为其实 我不知道 品牌老板在不讲 我觉得 万宝龙给人感觉是比较成熟一点 但是呢 年轻 年轻演员 其实 因为万宝龙 其实他的 就是品牌的历史 比较长嘛 那我觉得 其实 但是 对于他们品牌来说 对于品牌来说 还是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心 对 也是随 随时随刻 都在了解 年轻人现在喜欢 什么样的一个 东西 什么的 对 是和年轻人在 更多的沟通吧 因为这次我看到你拍的广告 上面写的是 新男人法则 这个法则 到底是什么 什么法则 是新男人是要 长得很帅 这个意思吗 没有 其实就 那个广告语就是 敢苛求 自由我成就 嗯 其实就是做任何的事情 一定要 做到 可以说是做到最完美吧 就是 对 就像我们 制表的这样的一个 制表工也是 我们万宝龙也是 在很多的细节 制造 这样的一系列 都非常的精湛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最后达到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给大家 嗯 其实就像你之前 刚才也给大家当过导游了 是吧 直播的时候 就今天到这个活动现场 感觉真的还挺年轻的 就是它有各种 那种生活方式的 那些装置和模特在那边 对 有音乐的 音乐 有漫画的 对 运动的 都有 那 这个 明星系列里面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手上带的这个 这款是全新的 我们的 要不展示一下 全新的明星系列 嗯 对 月向万表 对 对 其实它这个呢 我觉得 看起来挺年轻的 是吧 比较简洁 里面是 比较 那种 它的表盘里面是 精美的一个雕刻 嗯 它像是 像是 六角白星 就 荡漾开的那种 波纹在里面一样 对 也好巧 戴的是一样的 对对 所以还真的挺好看 而且它这个月向也是非常的精美的 嗯 对 在中间 那 因为你自己喜欢戴这一款嘛 然后粉丝有些问题 粉丝就说 杨阳 如果你要出去第一次约会 你会选哪一款 约会选哪一款 对 约会选哪一款 我们这儿也 选一个吗 对 我还是会选择我手上这款 越像 对 越像 对 其实我觉得 经典简约的这种东西会更加的好一点 嗯 对对对 而且我这款 其实它搭配衣服 也是比较就是 白搭的 就是比如说 呃 显然这个手表是 是 比较适合我的 嗯 这样的一款 我直一点 我自来真的 我做的 那 呃 还有 接下来还要继续选 如果 你要第一次见你的老丈人的话 该选哪一款 哈哈哈 不想留点远 这么快 对 那就这样 如果要送老丈人的话 对 选一块 诶 是谁说最贵的 那我肯定是先会送给我爸吧 嗯 对 先送我爸 一块 对 这块 单臂驼飞轮的 对对对 那之后呢 可能再买一块一样的 哈哈哈 所以爸爸跟老丈人 戴同样的 同样的 嗯 其实这个 其实刚才在看发布会的时候 就看到这款挺特别的 很特别很特别 它的里面 就感觉 现在看都是 立体浮空的 有3D的效果 嗯 对 因为很少有驼飞轮 是坐在浮空的 并且一 一般都是双臂的 而这个是单臂的 对 他们说 他们那个 就很专业的 制表师傅 要花了三年才把这个研究出来 很难 对 并且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看这个表 我觉得 背面非常好看 对 因为是可以看透的 对吧 把那种 把那种机械的美 都展示出来了 很多很多小的这种 小小的零件 都是充满美学的去中进 这样的一个壳子里 是的 这样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对 就像它这个背面可以看到 其实是不同材料的 有白金有黄金 然后有鋼的 然后 刚才就是那个 那个外面那个指表师傅 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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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用不同的材质 其实是为了它美观 就是你在这里 灯光下看的时候 它在这个钢的 这个材质上面 可以反射一点 黄金的这个光泽 所以有非常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灯光下面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 对 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 我想想 那个粉丝好像还有说要问万表的 你的粉丝真的很捧场 因为我发那个微博上面就是 诶 杨杨最喜欢的